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的合乎中道 感谢神的话语 我们从前几个礼拜开始 就开始讲婚姻 所以我们可能后面一系列都会继续讲婚姻 刚才我们读了诗篇 对不起 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我们看看那段经文 再回到刚才的起因经文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 然后一直讲到这边 凡事攀望 凡事向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所以爱里面出现这段经文里面 出现重复的是这两个地方 忍耐 然后爱是什么 永不止息 这个永不止息的意思里面也包含什么 忍耐 所以我今天特别在讲到之前 先读这段经文 作为我们基督徒 我们来思考或者我们在婚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忍耐 那么可是呢 我们现在回到引言 可是我们现在一般人在婚姻里面 那么有一些偏差的思维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世上的人 每一个人其实在圣经告诉我们 大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 所以没有一个例外 都是这样子 而且圣经里面明明记载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因此对于婚姻的价值观 有不少扭曲 因为自我中心的罪人 去想婚姻 就会想到都是对自己怎么样 有利的 有利的部分 所以有很多的扭曲 所以其中就出现了一些 对婚姻的一些迷思 这个迷思啊 我们中文翻到叫迷思 就是迷乱的思想 迷乱 迷乱的思想 英文就是mith m-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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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翻到迷思 而这个mith的意思 在英文原来的意思就是神话 就出现有关婚姻的一些神话 这些神话就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事情 是你自己迷乱了 是这个意思 包括这些迷思包括什么 包括一厢情愿的憧憬 对婚姻一厢情愿的憧憬 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个 那是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 要打破这个婚姻的美丽神话呢 因为我们以后还要过日子 所以你不能老活在这些幻想跟神话里面 所以我们讲这个是让基督徒们 我们基督徒已婚的夫妇 在我们未来的日子里面 你碰到一些事情就比较怎么样 平安一点 不会觉得离期待值怎么差那么远 那么我们在座以前还有未婚的 如果有未婚的人呢 现在我们这篇倒是帮你打预防针 所以让你知道以后会碰到什么事情 不至于太失望 第一 现在一个比较 我们觉得最常看到的偏差的部分 就是在婚姻中浪漫爱情最重要 所以我们许多人对于婚姻的憧憬是浪漫 婚前就对有浪漫憧憬 到婚礼的时候 我现在告诉你 婚礼是浪漫的最高峰 从婚礼结束以后 他就慢慢的怎么样 在走下坡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对于婚姻中的这种浪漫爱情 你认为最重要 现在我告诉各位 婚姻中浪漫的爱情不是最重要的 可是这些观念这些思想 充塞在我们的这个媒体的这个连续剧里面 充塞在小说里面 充塞在一些一些电影里面 所以把我们洗脑了 我们以为这个最重要 那么其实在婚姻里面 怎么样彼此相爱 我们看前面的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 爱是恒久人 那整个讲到的彼此相处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结了婚以后 能够在那个里面 那基本上对我们婚姻是很大的保障 可是如果我们一直想到浪漫的话 那么你就常常产生失望 跟你的期待值怎么样 差很远 所以提摩带后书使徒保罗 当初就告诉他的徒弟 他也说时候到了一个时候 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 我们一起读 来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焉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原因 所以许多荒谬的原因 那像浪漫就是一样 这个浪漫的观念 romantic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 我们中文本没有浪漫这两个字 浪漫这两个字从英文来 romantic 那么这个最早是在中世纪 欧洲中世纪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阶层关系 那么有一群人他们是负责保护贵族的 这些人叫五四 叫做五四 你看他们穿的衣服 这是五四 保护谁呢 他特别保护贵族的妻子 贵族的女儿 他就负责专门保护 那么我们知道贵族阶层他们的妻子女儿 都是漂亮的高雅的 那这些人在保护保护 常常相伴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难免就产生了这个情愫 那么产生的情愫呢 可是因为那个阶层在那个地方 不是像现在可以自由恋爱的 所以这边也爱得要命 那边也动心了 可是不可以结合 所以婚姻是 所以对他们来讲 是个遥不可及的事 什么叫浪漫 浪漫是很想得又得不着 叫浪漫 有没有 有没有 中国的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叫什么 牛郎之女 牛郎之女是大团圆还是没有大团圆 没有 所以中国人的浪漫就是牛郎之女 然后时候到了可以怎么样 可以一起怎么样 这个夫妻双方把家还 我们那个歌里面是这样唱的 所以浪漫就变成想要得着 又没有得着 就在那样子的情绪里面 制造了一些浪漫 后来浪漫慢慢就演变成 得着了 然后就怎么样 使他更加的进入梦想的阶段里面 所以这个是澳门在七夕节的时候 因为七夕的时候 牛郎之女相会 这个什么东西 喜鹊 鹊桥有没有 鹊桥相会 所以这是澳门的邮票 这个就讲到是牛郎之女 好 我们看下一页 婚前 现在的人怎么样来规划浪漫 婚前尽情来规划浪漫的婚礼 这什么地方知道吗 这是教堂 这是个英国有名的教堂 这个是这个教堂是谁结婚的地方知道吗 戴安娜比这个要高级 戴安娜就是他那个叫做Westminster西门市教堂 那个西门市教堂是英国最高荣誉的象征 那后面有个墓园里面埋的都是最有名最有名的人 什么牛顿埋在那个地方 李文斯敦埋在那个地方 这个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也是在英国 这是周杰伦结婚的教堂 光租这个地方就不得了 那里面的那个情景我们就不说了 周杰伦结婚的教堂 跑到英国去结婚 好 我们看下面一个 这个结婚好漂亮的场景 在这里面你看到没有 这些摆设 这是喜宴的 那这个是他外观 这谁的知道吗 黄晓明的 场面都大到这样的地步 那么很多 我相信很多中国的少女 包括西方少女在这样 大家也都很憧憬 如果我将来的婚礼能够这样子的话 那多么的浪漫 我这辈子 我下辈子我都不会忘掉 那就是一般人 基督徒没有下辈子 就是这辈子 可是这些呢 再浪漫也比不上下面一张 我们看下面一张 你不会比这个浪漫 因为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那时候大概都二十几岁 我就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场面 四季婚礼 没有人比得上 可是现在也有许多人 大家都在追求这个 想尽办法追求这个 而且他的理由就是 我一生就结婚这么一次 我当然要这么浪漫 可是许多讲这样话的人 后来都不止一次 所以呢 就变成婚后 我们看下一张 婚后持续想要个浪漫的生活 那么浪漫的生活 我后来在网路上搜了一下 有关浪漫的图片 你看 这有没有浪漫 那个把鞋子拿起来 这个把高冠鞋提起来 然后在这个沙滩上走路 你再看下一张 这也是很浪漫 就两个人坐在那边 一只鸟在那里 你再看下一张 这个夕阳余晖照的 就他们两个人 很浪漫 你再看下一张 这个要 快要这个 kiss一下了 好 你看 那这个躺完摇椅这边 你发现这些浪漫的场景 都跟一样东西有关 什么样 都跟海边有关 对不对 都跟海边有关 对不对 所以如果在座 已经结婚的夫妻 你们要想一下 就去下海边好了 可是去了海边 能不能有那样子的氛围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 可是我现在要郑重的告诉各位 第三点 我们看下一张 浪漫 并非美满婚姻所必须 我告诉各位 我是牧师 包括我自己在的 我看到许多美满的婚姻 当然你不能在显微镜去找缺点 那不行 许多我们一般人看美满的婚姻 他们婚姻里面 没有那么多的浪漫元素 尤其我们刚刚讲的 没有这些浪漫元素 去海边没有 没有这些 故意两个人在那边 别人不在 那是照相 那是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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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那些东西 所以呢 你在婚后 你的浪漫观点是什么 有的人是 有的人 还在幻想 他之前的那些事情 当初 这个底下突然有唱歌 然后打开窗户一看 用蜡烛排成一个新的形状 然后说 你嫁给我吧 还是在想象那些东西 我现在告诉各位 结婚是什么 大家跟我念第一遍 第一行 来 请 婚姻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情 当你发现你的婚姻 现在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那就对了 你如果 你现在想你的婚姻还在做梦呢 那其实是不正常的 婚姻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婚姻在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时候 请注意 就是油盐柴米酱醋茶 你不要有你的婚姻 离开的这个 你婚姻离开不了这个 第二点更残酷的事实 这一句我们一起读 预备 来 婚姻是两个罪人要长久相处 两个罪人要长久相处 不是两个罪人相处 两个罪人相处很简单 相处不好 我们不相处就是了 不行 你不太要相处 而且要长久相处 在这长久相处里面 你就发觉 圣经教导我们的 就是这两个元素 一个叫舍弃 一个叫顺服 你们做妻子 都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你们做丈夫的应当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什么 舍弃 所以你发现你长久 两个罪人在你长久相处 就是要学习舍弃顺服 亲子之间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他有血缘关系 他的爱是上帝造人的本能 有没有 不是说人是这样子 人畜生都是一样 有没有 畜生都是一样 做父母的照顾他下一代 这是本能 可是夫妻是两个罪人相处 他没有本能 他没有那种爱的本能 没有那种舍弃的本能 顺服 他都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夫妻在一起要学习 父母对儿女的爱 比较不需要学习 因为他有本能 所以呢 到最后我们就发觉 婚姻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婚姻其实是两个罪人 在一起长久相处 所以那些浪漫的元素 慢慢慢慢就要把它改变 所以就不要再 结了婚以后 还在羡慕别人很浪漫 别人那个浪漫的那一刹那 或许是刚好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么之后他的生活 是跟你一样的 所以不要看到这样的事情 就觉得很落寞 为什么我这个没有这样子 那我们刚去这个 刚刚移民到纽西兰的时候 因为那个风景实在太好 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刚好是革命多久 9月份 那我们的那条街 种的都是樱花树 那条街的樱花是最好的 到9月份的中旬的时候 樱花盛开 连一片叶子都没有 都是满树日樱花 整个一条街都是 然后我们夫妻有时候 走到那边两个一起就看 其实对于环境不熟悉 有人看到我们夫妻两个 走在那花下 就说我们多浪漫多恩爱 其实这是一大骗局 甚至是环境的人 并没有到那个地步 谁都可以去走的 可是那个环境看来 以为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我们 如果对自己的婚姻 觉得久了以后 好像没有什么激情的时候 你不要被这些浪漫的场景被欺骗 我们看下面 台湾的台东县 在有一次叫八八风灾 8月8号 有人在废土中捡到一本婚纱照 这一对夫妇 是不是被大水冲走了 大家就想象一个 淒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这么相爱的一对夫妻 我们现在看到她的婚纱照在这里 人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那个大水灾 台风来大水冲走了 电视新闻就强力放松 一直强力放松 然后很多 有一些老太太 六七十岁老太太 她们就哭啊哭啊 就觉得很关心 这一对浪漫的夫妻 浪漫的爱情故事 其实浪不浪漫 她们不晓得 只看了个照片拍得很浪漫 那么我们看 后来终于找到新郎 大家看下一页 你看这些场面 这女孩子照相的时候 这样这样这样 做这些姿势 好像很那个让你 让大家 这只是其中一面 整本 所以很多人很关心啊 甚至很多人痛哭啊 想到这一对可怜的这一对 这么美好的一对情人到哪里 最后找到了 找到这新郎了 这新郎啊 这个亲友提供线索 新郎找到 新郎说 十一年前就离婚了 不我们十一年前 结的婚 照的相 可是啊 五年前就离婚了 就是结婚六年之后啊 离婚 那么现在这个新郎也成家了 而且人家说那你这本相本 我可不要 那整个相本都不要了 后来 后来这个电视再播完以后 大家都 都很无奈 就是说 瞎热心一场 白流眼泪一场 如果我们再看 下面这张照片 这个人 我们刚刚看他的四季婚礼 对不对 他的四季婚礼 在快要离婚之前的照片 拍出来就是这样子 你看那两张脸 在公众场合 他们也都不避讳了 就一到那个地步 所以啊 这是那个状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 在这个时候 后来 没多久 后来他们就离婚了 那么 之后 戴安娜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看 这是他的棺材 然后在那个 我那时候正在扭西兰 那时候 我看电视现场播放 旁边的路人哭得 哎呀好伤心 我们看了都觉得 也是很难过 因为 觉得他很可怜 这个很可怜 可是当初他结婚的时候 他嫁入这样 皇室里面 那样的场面 我想他可能 他的想象是非常非常好的 结婚前几年也还好 到后来就变成这样 为什么里面 第一个 这个新郎 不忠于婚姻 那么之后呢 戴安娜 他也出轨 你既然可以不忠于婚姻 我也可以出轨 那么双方都出轨的情况之下 后来 英国女王只好写的封信给他们 既然你们都到这个地步 你们离婚吗 后来就离婚了 那么 后来他发生车祸 当然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看到 再奢华的婚礼 再浪漫的婚礼 不代表你婚姻的品质 我前些日子 有一位弟兄告诉我 他在国营企业服务 那个国营企业非常赚钱的 垄断性的国营企业 所以长官们都非常有钱 他长官们的孩子结婚 都奢华的浪漫的不得了 女方都提出要这样要那样的 结果呢 我们弟兄告诉我 这些人 这些浪漫奢华不得了的婚姻 那个场面 百分之九十都离婚了 请注意百分之九十都离婚了 所以这个东西 跟你婚姻的实际的品质 没有关系 只是那个场 只是那个场面 在那个时候 让你觉得怎么样 很有面子 很光彩而已 那么什么是浪漫 我们看下一页 恒久忠贞与尾身才是浪漫 这个忠贞不是一下子恒久的忠贞 而且尾身于婚姻里面 英文说 committed yourself into your marriage 就是尾身在这个婚姻里面 这才是浪漫 有一首歌曲 叫《最浪漫的事》 这是台湾一个歌手唱的 大家也都了解 我对于这个流行歌曲 并不熟悉 可是那天我看到 这个歌写得还不错 大家可以看看 我念给各位听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留到以后坐着摇影慢慢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 你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各位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 有的 也许不是很多 可是我确实看到了 可是这些夫妻 就我对他们的了解 他们当年也没有什么 非常不得了的那种婚礼 没有 说明那时候逃难当中 我们在台湾 1949年很多居民 从大陆到台湾 很多的婚姻都是很马虎的 我说那个婚礼都是很马虎的 因为那边那个条件 可是到现在过得不错 像我父母 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婚姻 我母亲现在全心照顾我爸爸 我们做儿女的也在帮忙 然后我弟弟妹妹坐在台湾 可是对我父亲的照顾 远远赶不上我母亲 我母亲的细节都盯得很清楚 那我父亲有一直对我母亲很浪漫 我诚实告诉各位 没有 我父亲甚至还有上一代 那个大男人的那些 那些毛病那些都还有 可是我父亲一生他不背叛 那我母亲也觉得 他自己的条件并不多好 也没有读多少书 可是我父亲能够一直这样子 这个取得他 我父亲一直对太太 对家庭中心 我母亲就觉得非常好很满意 所以呢 他们的婚姻 我觉得是有点像这个歌 里面讲的一样 直到我老的哪儿也去不了 你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包 我母亲把我父亲 当做她手心里的包 连我弟弟妹妹们 连我弟弟妹妹们 连我妹妹们都讲 说妈 爸的这个照顾 要是没有你的话 简直不可能 我们家请了一个外佣 可是这个外佣 他不可能 这么细心 这么了解的 细节都是我母亲在指挥 我母亲在坐在轮椅上 每天照顾我父亲 还在指挥 你这个要弄在 哎呀他要刷牙了 你给他刷牙 我母亲盯着 母亲盯着 所以感谢主 这个是浪漫 我盼望我们再做基督徒的夫妻 我们哪天到了年老的时候 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怎么样 一起慢慢变老 有很多人不要啊 我最近听到一个例子 有点失望 这个人以前曾经来过我们教会 有听过道 那么现在回国了以后 他又去发展第三者的关系 后来儿女就说 你不应该这样子啊 他说什么 我都七十几岁了 我现在就怎么活得开心怎么好 活得怎么开心怎么好 这表示没有信耶稣啊 没有信耶稣 当然我没有信耶稣 有时候他这个没有悔改 生命没有真正的翻转过 所以他就一起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浪漫的事不是我 到了这个年纪这么大了 我还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我还可以再发展 这个不叫浪漫 这个叫犯罪 浪漫是和你一起怎么样 慢慢变老 所以这首歌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 听过的几句 哎呦 不错 不错 我到现在还没完全听过 因为这个 我只是觉得歌词很好 我们看实际上有个浪漫的故事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人啊 男的叫Tom 女的叫Joanne 照这张照片的时候 他87岁 女的83岁 这是2009年 现在可能已经过世了 因为离现在又过了9年了 又过了9年的话 可能两个都过世了 可是那个时候呢 一个87个83岁 他们还非常的恩爱 他怎么恩爱法啊 27岁开始结婚 到现在87的时候 是60年了 他27岁结婚的时候 请注意啊 那个时候 新娘是23岁 他们也是年轻的结婚 他一个习惯 一直保持 每天太太在睡觉之前 他一定亲吻太太一下 就亲吻一下 就吻一下 就吻一下 不是像现在电影里面 吻半天啊 真的 就吻一下 请注意就吻一下 知道吗 然后第二天早上 他起床起的 一笔太太照 一枝玫瑰花 就放在太太床前 请注意 这个不是偶尔一次啊 60年如一日啊 所以记者去访问啊 干什么 太太就说 真的觉得很幸福 请问你 她是花不花钱啊 那玫瑰花要花钱 不不 他们都喜欢园艺 他们的园子里面怎么样 都是玫瑰花 他每天去捡一枝就好了 知道吗 所以浪漫不是要花什么钱 浪漫就是怎么样 就是有没有心 有没有 今天有很多人说 他认为浪漫就是要花钱 如果你没有花这些钱的话 你舍不得钱 你就不爱我 知道对不对 现在有这样的逻辑 对不对 我现在郑重告诉各位 这样逻辑是不对的 所以对夫妻 在英国的每日邮报 Daily Post 登出这个以后 英国好多好多人 羡慕得不得了 可是他们没有花钱 60年如一 是60年不花钱 当然你要说花钱也可以了 但那些玫瑰要种得好 可能有时候要施施肥了 要去买点肥料的可能 所以呢 只要你有心 只要你有心 不是一定要用现在好像很奢华的方法 造成很浪漫的这种场景 才表示你的爱 真正的浪漫 是恒久的忠贞 与尾身 甚至一个好习惯 这个好习惯 60年 每天捡一朵玫瑰花 放在面前 不花钱 夫妻两个都喜欢搞嘎的 都喜欢搞嘎的 好 第二个迷思 就是 一个孤独的人 我们结了婚以后就不孤独 所以有的人说 我自己觉得很孤独 所以我结婚吧 所以找另外一个孤独的人 两个孤独的人结婚 然后我们以为两个孤独的人 结了婚之后就不孤独了 其实 有时候不是这样子 两个孤独的人结了婚以后 变成结了婚的两个孤独人 大家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因为这个 一个人 他之所以孤独 是因为他的心没有打开 当你的心不打开 没有去接纳别人的时候 请注意 你的心就是孤独的 你结了婚以后 这个人在你旁边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的心没有向他敞开 大家没有用心灵来来往 结果他如果也是这样 这两个人还是都是孤独 所以两个孤独的人结合 很可能成为结合之后的两个孤独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 所以孤独的人在 如果是环境的孤独 比较没有问题 环境的孤独的话 我里面的心是敞开的 那么这两个人结合 当然可以变成不孤独 可以彼此相濡与沫 一直到年老为止 所以诗篇68篇第6节说 上帝叫孤独的有家 God sets the lonely in families 叫孤独的人能够怎么样 能够结合成为家庭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祝福 可是为什么结了婚以后还是觉得孤独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例子 小所长也写过这样的事情 结了婚以后中间有一个人 大部分是写妻子 有时候丈夫也这样 她觉得很孤单 你这么孤单 你有个家 有家她还是觉得孤单 因为她的心跟另外一个 有时候没有办法契合 那么这个要检讨 是自己的 自己要改变 如果不是自己 想办法帮助对方改变 如果两个都是孤独的 都不能跟开放心来交流的话 两个当初就不该结婚 所以呢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人容易自以为是 当自己觉得孤独的时候 没有检讨自己心事不开放 她不能给我问来 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人里面 在诗词里面讲过一句话 叫做天涯若比林 如果你的心事通的话 即使相隔在天涯海角那么远 就好像住在隔壁一样 这个叫天涯若比林 可是如果你的心事关闭在一起的话 就是住在一起旁边 叫做比林若天涯知道吗 就在旁边可是距离好像怎么样 天涯那么远 所以呢 人容易自以为是 所以真言书讲说 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 心中自以为是的便是愚昧人 我们刚刚讲 婚姻是两个罪人在一起长久相处 所以一个孤独的人 如果想要不孤独 第一步可能是要先改变自己 那人又偏偏缺乏自知之民 不知道自己是这样子 是因为缺乏自知之民 不认识自己是罪人 感谢上帝我们基督徒 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罪人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往这个方向想 假如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就比较困难 因为他不会认为自己是罪人 他认为是对方不好 所以在婚姻当中认识自己 原来也只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罪人 这对你的婚姻大有帮助 如果你的婚姻不是认清自己的问题 而是一直在做比较 他对我根本不好吗 男孩子说 那像我妈对我这么好 那你妈当然对你好 你妈甚至为你舍命都可以 你现在娶一个人来 叫他为你舍命吗 这都不可能的事情 有的女孩子说 就是说丈夫根本就对我不好 你看我爸对我都好 那你爸当然对你好 你爸为你舍命都可以的 你丈夫你说一结婚 就叫他为你舍命吗 这都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这些观念要弄清楚 要认识自己 人缺乏自知之民 所以人能够认识自己 这是人生命的 进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幅度 我们看下一个 人缺乏自知之民 我们看彼得 我们一起读彼得的例子 一起来读 彼得说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舍命 别是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激较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可以正中告诉各位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 当彼得跟耶稣说这句话 说主啊 我现在就跟你去 人家抓你 我现在就跟你一起被抓 我愿意为你舍命 当彼得说这句话 请你 他说这句话 是做真心还是做假心的 他是做真心的 结果后来 情况到了一个地步以后 他做不到了 主耶稣说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 激较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结果果然 后来事情发生 就如耶稣所预言的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在结婚 婚姻之前 很多人把话 叫他满得不得了 我要怎么一辈子爱你 我要怎么怎么爱你 我再吃苦都爱你 最后你发现 吃苦的是你不是他 那么我会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你当初骗我 你欺骗骗子 他当初可能也没有骗你 他就是后来做不到 那他做不到 为什么要讲那个话 因为他没有自知之明 他不认识自己 了解吗 不认识自己是有限的 自己是个罪人 所以呢 在这个公元前三百多年 公元前三百九十九年 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思想家教育家 他诞生在这个世上 希腊哲学家 这个人叫苏格拉底 那么这个苏格拉底 他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思想家哲学家 那么他有很多的弟子 那么他就讲了这一句话 他讲 know thyself 当然这是英文 这是犯的英文 这个thyself 这是英文的古文 现在的叫yourself know yourself 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说 教育的最大目的 就是要教导人怎么样 认识自己 他说教育的最大的目的 我们一般 我们现在教育最大的目的 是充实知识嘛 对不对 学越多的东西越好 可是苏格拉底说 教育的最大目的 是要人怎么样 教导人认识自己 知识部分 那是其 那是后面 排名最前面的 是要教导人认识自己 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我们今天发现 婚姻里面有很多的历史 因为我做牧师 我太了解 我辅导 我说不少的例子 这些例子里面 很多人在讲 另外一方不对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谎 他讲的真的是对话 那些不对 可是我却从这个交流里面 我听到他自己很多不对的地方 他感觉不出来 他感觉不出来 有时候我会稍微点醒一下 会点他一下 那有的人点了以后 马上他的声音就变小了 然后就不再多说 还有人一点完之后 恼羞成怒 也有这样的意思 那么 所以呢 人最大的问题 是不认识自己 缺乏自知之明 所以呢 孤独的双方 在结了婚以后 以为我们两个孤独人结婚以后 就不孤独了 不是 成了结了婚的两个孤独人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迷思 第三个迷思是什么 等子女出事后 能够改善婚姻质量 很多人就等了半天 啊 我们这么大的问题 是什么 生孩子 我当然赞成 我们做基督徒夫妻 应该有孩子 那除非是有特殊原因 不能有孩子 有孩子是正常 是对的 可是你不要以为 有了孩子之后 就改善你的婚姻质量 请注意 我现在讲这个事情 我刚刚说 两个人结婚是 其实两个罪人的结合 你生了一个孩子以后 就增加一个小罪人 知道吗 就三个罪人在一起 你不要以为说 生下小孩是个天使 对 小孩子有时候是天使啊 小时候 小孩子有时候是魔鬼 知道吗 有时候 你真的发觉 这个 硬也不是 软也不是 软硬不吃 那时候 小孩子一下子 到这个地步很难管教 那么这个时候 不得已的说 只好 只好 只好用这个 这个 提拔来管教 当然 西方社会不准提拔 那么 对西方社会不准提拔 对西方社会不准提拔 这是不是就是真理呢 这个也有问题 我有一个孩子 在17岁的时候 我还修理他一次 那么 然后 我修理完了 我也有点紧张 我就问我隔壁的这个同学 同学就说 我说这个 他实在可恶 要修理 结果他就说 是什么情况 我就讲给他 他说那你放心 如果这种情况下 既是警察 既是他真打电话 既是警察来了 警察也会跟你说 下次不要 他说好 我们走了 他说 他要看什么情况 如果你是喝醉酒了 把孩子打了 那不行 那带走了 好了 吸毒的 你把孩子带走 神经不正常的 那他把孩子带走 然后他要把你送去什么治疗 可是正当的管教 我那个孩子有点诡诈 他这个读书的时候 有一门课 因为跟他考大学没关系 他就逃课 逃课呢 然后老师通知我了 通知我 我就狠狠地讲了嗨顿 绝对不可以在 结果他第二次又逃课 隔了一两个月 他又逃课 这次我就说 打了他一下 意思 你这么大了 爸爸这样子羞辱你一下 让你知道 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结果隔了几个月 他又逃课了 逃课就老师又通知 我把他找来了 不是把他找来 他回家我就问了 我说我收到你老师的信 你怎么又这样 我说你不怕人家把你开除吗 我们是华人移民的 你自己不在乎面子 我们整个中国人的脸都给你丢了 我就用国家大意 民族大意 你知道他回答什么 他回答完了 我就去拿棍子去 他回答说我研究过那个校规 他不会开除我了 为什么 要到逃课第七次才会谈 那么表示现在第三次还早得很 还有事实 假如我现在不严格的来处理这件事 他还会有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那你以为他到第六次就停了吗 他已经逃试习惯的时候 他第六次还停不了 可能就第七次逃了 所以呢 我就 我把他那次修理的比较重 当然他也没打电话 可是后来我问了一下 我隔壁同学 洋人同学 洋人同学说 没有关系 其实他打了电话 你把这个情况跟警察讲 因为警察自己有小孩 他也很想揍他孩子 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孩子是个天使 孩子有时候就像个魔鬼一样 所以小孩子出事能够改善你婚姻资料 可以的 暂时转移交点 因为如果没有孩子 就你们夫妻两个人 一天让大眼瞪小眼 难免瞪出很多毛病出来 这是可能的 这是可能的 有个孩子的时候 大家就盯着这个孩子了 就没有注意对方的缺点 这是对的 这是可能的 可是小孩子怎么会长大 对不对 而且小孩子很诡诈 小孩子有时候故意怎么样 利用这个 爸爸妈妈之间的这个矛盾 他会专控制 知道吗 专控制 然后故意会说 在妈妈面前挑拨之外 我发觉爸爸不爱我 他是我亲生的爸爸 我发觉妈妈不爱我 我妈妈他 我跟他妈妈都不肯给我 什么什么这些 他是我亲生的妈妈 小孩子会搞这一套 你不要以为 我有个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会在爷爷面前说 外公那边不好 到外公那边说 爷爷家不好 你知道吗 就会搞这些东西 你不要以为 小孩子多纯洁 多可爱 没有的 各位我讲这些例子 各位有没有听说过 有 有这件事情 所以你不要以为 有个小孩家里有个天使 我的婚姻质量交往 我们因为这个孩子 我们就多好多好了 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很可能 生的这个孩子 还会累积夫妻关系 甚至到一个地步 孩子都长大出家以后 离开家庭以后 然后夫妻两个 后来又回到以前那个状况 然后后来夫妻离婚了 有一个做太太的 甚至还是个基督徒在台北 他跟他的牧师讲说 我的先生怎么怎么怎么 他的先生是比较过分的 他现在因为做生意赚钱 在外面有小三 那么所以他说 我要跟我先生离婚 然后他离婚 为什么不去挽回呢 我不挽回 我已经伤透心了 你放心 我现在不会跟他离婚 就等我孩子长大 就牧师一听 牧师说 不会跟离婚 一看还很高兴 可是一听说 等我孩子长大以后 那牧师的心又往下跌了 所以呢 子女出世能改善婚姻的质量 我告诉各位第一点 或许暂时转移交定 并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 要改善婚姻的质量 还是得自己来做 第四个 我们看第四个迷思是什么 伟大爱情力量可以改变对方 常常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我现在问你啊 你认为爱情力量有多大 多伟大 在座有没有人告诉我 爱情力量有多伟大 有姐妹说 一开始力量很大 到后来就没有多大 没有错 在台湾常常 尤其前些年 有个叫八号分机 公安系统八号分机 八号分机一打以后 全省追击 追击一个江洋大盗 可是你每一次把她追击到以后 旁边都有个漂亮的不得了的一个年 一个年轻女孩子 每次都是 你只要发现一个一个一个 恶贯满云的大头 反正是 你怎么形容她都不为过了 她旁边就有个漂亮女孩子在 跟着她 为什么 这些女孩子都犯了一个错误 她以为她用她伟大的爱情 可以改变一个浪子 知道吗 她以为可以改变一个浪子 你想想看 你何德何能能改变她 她母亲都改变不到她 她母亲对她的爱 远超过你对她的爱 她母亲可以为她舍命 你能够吗 你只是跟她跑在一起 她好像看起来 这个恐无有力 她看起来 头脑非常灵光 好像有点像那个 英国电影里面 罗宾汉的那个故事 你就跟她跑来跑去 觉得很浪漫 所以呢 伟大爱情的力量 我认为爱情是伟大的 可是这个爱情的力量 是有限的 绝对没有像你所想的 可以改变对方 有时候有人要结婚的时候 做父母的时候 你要知道她这个状况 怎么办 没问题 我会改变她 你怎么改变得了她 因为我很爱她 我相信我的爱可以改变她 她相信她的爱可以改变她 后来结了婚很久以后 她的爱没有改变她 后来哭哭啼啼的回来了 妈妈爸爸我要离婚 我终于发觉 她是一个不配被我爱的人 原来是我的爱可以改变她 后来发现改变不了 她不配被我爱 其实说来说 这只是话语上的这种 这种文字游戏 对不对 所以我要郑重地告诉各位 你如果还没有结婚以前 你一定要记得 你的爱情力量再大 也无法改变对方 如果对方有些习惯的话 是你看不惯的话 你改变不了她 你将来顶多只能适应她 你如果不能适应她 你不要随便的走结婚这条路 所以在这个已经结了婚的人 我现在告诉你 你改变不了对方怎么办呢 你只有怎么样 只有适应对方 所以太多人认为自己的爱情力量有多伟大 是没有看清自己到底是自己的真实的光景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之前读经读的是这一段 罗马出十二章第三节 保罗讲的 我们一起读来 请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忠道 看得合乎忠道 即使我们是基督徒也是这样 我们基督上帝给我们信心 我的信心可以看到什么地步 不要把自己的信心看到 超过应该有的范围 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我们两个人结婚 可能结婚的年龄都比较大一点 或者女方比较大一点 然后 我希望有孩子 如果你真的希望有孩子 那么对方的年龄如果很大了 不可能结 或者她的生理期都已经过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要硬要结婚 如果真的想要有孩子 我的信心很大 我还是要跟她结婚 她虽然已经不能生育了 可是圣经上有亚巴拉罕的例子 亚巴拉罕的太太过了生育期间 还可以生 所以我的信心到了这个地步 所以我相信我娶了她以后 她也会生 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亚巴拉罕跟例子不一样 亚巴拉罕上帝要从这个人身上 发展出一个民族出来 所以亚巴拉罕生不出孩子 没有孩子的时候 上帝还在她身上 故意在她太太身上 行一个神迹 让她生出后代来 为了实现上帝对她的应许 你的后代要像什么 天上的心海边的沙 完全证实上帝的大能 上帝要从你身上 发展一个民族吗 信心的大小看得很无所 你不要跟她结婚 这个人不但不信 而且还反对别人的心 而且将来还要控制你 你要小心 我不怕 我嫁给她以后 我用爱改变她 就改变的结果 最后自己也不信了 这种例子不是没有吗 那么是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呢 也不能这样说 我们看下面 我们一起读这句话 好来 请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做 所以在婚姻里面 要改变对方也不是完全没有途径 很艰难 可是这个步骤 这两个步骤 第一个先改变什么 自己 你只能先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是适应对方 改变自己适应对方 改变自己 之后 对方会看见 不是你改变自己 对方就改变了 没有 改变自己 也许可以感动对方 知道吗 对方看了感动 感动之后 他有可能会改变 所以你不要想 我都改变你怎么还没改 你要这样问 他肯定就不改了 你不讲话 你改变了以后 然后他看多了以后 他自己会 或多或少一点不好意思 或多或少不好意思 那么他感动了 然后日久天长会改变 你说那这要多少时间呢 这很难讲 起码好几年吧 如果好几年做不到十几年吧 十几年做不到就几十年吧 你知道我这个绝对不是讲夸张的 这个各位都了解 台湾最近登一件消息 我看了觉得蛮好笑的 很可恶 这个做丈夫的很可恶 这个太太肃请离婚 后来终于离婚了 这先生有一些生活习惯很不好 非常非常不好 我在这讲台上讲的都觉得不好意思 他们家有些可乐瓶子 空瓶子 他喜欢在可乐瓶子里面 装他自己的尿 装还不说吧 他也把他放在这个房子里面 然后告诉小孩子们 那个不是饮料不要喝 那是尿尿 然后他太太跟他讲了好多次 他就是不敢 他还是要这样做 当然最后告到法官那些 法官说这个不是什么道德上的罪 你们两个互相沟通 他太太说我不知道沟通了多少次 那结果怎么办 后来还是离婚了 因为他是在大陆做台商 有六年 六年的台商很少回家 一回家就搞几个瓶子在那里面 所以后来法官后来用这个 六年没有同居在一起 用这个理由判他们离婚 那我讲的不是这个部分 我讲的就是说他这个毛病 这个习惯实在不好 可是他就不改 不改 那么他不改 不改到最后太太受不了 可能太太真正受不了了 不是那六年没有在一起 因为那六年 他每年过年 过节也 还是会回来一下 可能最大的这种不是这里 而是他一回来 他太太就 就一看到那几个瓶子 他太太就要 就要发疯 像这些 这是比较极端的习惯 我们在座夫妻里面 可能也有一些人 有些其他的那种不好的习惯 人家怎么样容忍你 像这些呢 你如果婚前知道 你就应该搞清楚 如果婚后的话 你就要怎么改变自己 去适应对方 改变自己 适应对方 让对方不好意思 各位 我自己看过不少这样的例子 就是有的妻子 或者有的丈夫 他这边 他不计较 他怎么样 他就顺服了 或者他就包容了 那么后来 对方一看 他改变了 后来 我这边也要做改变 我看过不少这样的例子 所以不能改变对方 只能改变自己 只能改变自己 好 我们最后看最后一个 这边 依靠奇迹可以快速 医治婚姻 你有没有听过 快速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法 有没有 没有 可是我作为基督徒 我作为牧师 我常常碰到有人 希望我为他的婚姻祷告 我当然会为他的婚姻祷告 可是我为他的婚姻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 然后他下礼拜碰到我说 牧师你上次为我祷告完了 可是没有什么用 我当然希望我一祷告完了 你一回家 你先生就马上拿拖鞋给你 然后马上倒茶给你喝 当然这是最好的 对不对 可是这不是上帝做事的方法 上帝做事不是这样子 上帝做事不是这样子 上帝做事就是我刚刚讲的 先改变你 所以在问你祷告的时候 你在这个祷告里面 想到你自己的责任 想到你能做什么 你尽你一切所该做的 有一次 应该是十几年前 有一位太太 非常有钱 住在Turak地区 房子是大豪宅 听说她是一个 她底下有管营 在澳洲管营两个矿 开矿 那时候中国跟澳洲 进行贸易都是那个矿 所以她非常有钱 然后她就有一次 我讲完道以后 她来跟我交通 穆斯林倒讲得太好了 真的罪人需要悔改 她说你知道吗 我的先生怎么样 她讲了一大堆 先生一个毛病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那我说你姓祖没有 我还没有姓 她说你没有姓 穆斯我告诉你 我先生他需要信 他需要回报 我其实不需要 我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她希望我为她的婚姻祷告 我为她的先生祷告 祷告完了 然后先生就会改变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即使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真的是基督徒了 你要解决你的婚姻问题 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办法 保罗写给菲利比 这样看来 菲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是说我在你们那里 因为菲利比教会是保罗建立的 你们都很顺服我的教导 那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不在那里 我现在不在你们当中 我希望你们更是能够顺服我的教导 我的教导留在你们那边 我的书信上有很多的教导 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恐惧战兢就是非常认真 全神贯注要恐惧战兢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英文本的事情是continue to work out 请注意这个词 work out 做出来 your salvation 你的救恩 就是你要with fear and trembling 恐惧战兢 你带着恐惧战兢的心 带着全神贯注 非常认真 下决心的态度 来把你的救恩 your salvation 把它做出来 我们得救的人以后 上帝把救恩都赐给我们 这个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别人看不见 所以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英文本的事情就是 把你里面的救恩怎么样 非常认真 非常努力 恐惧战兢把它做出来 知道吗 所以呢 你做得出来的 你可以做的 不容易 可是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 恐惧战兢的态度 为了fear and trump 你用这样的态度 当然可以做得出来 比如雅各书里面讲 讲到沟通的时候 沟通是怎么沟通啊 你们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 你说不是 我的习惯就不是快快地听 我的习惯就要快快地说 而且根本不想听 而且马上就动怒 对不对 那所以这些圣经摆在这里 你可以做得到的 你怎么做 你带这样的态度 不是fear and trump 你就真的忍住 听 先听 听完之后 然后慢慢地说出来 然后觉得自己真的很委屈了 慢慢地动一点 可以做到 怎么做 你用这样的态度就做得到 你没有这样的态度的话 当然做不到 所以呢 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 最后我们看两个原因 下一页 不肯付代价 因为你在做的这个过程 在做成得救的功夫 这个过程里面 肯定有挫折 肯定有艰难 但你碰到挫折 碰到艰难的 就是我们前面 读的格林多前书13章 爱是什么 很久忍耐 又有恩赐 再过来 不敢去面对 不敢面对 不是不敢面对对方 不敢面对自己的老我 跟至尊 你的老我是什么 就是保罗讲得很清楚的 在罪人中 我是个什么 罪魁 这是你的老我 所以 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不肯付代价 又不敢去面对的时候 当然就没有办法做成得救的功夫 所以呢 你得救了 上帝要让你的婚姻得救 上帝要让你的夫妻关系得救 怎么样得救 上帝告诉你方法 那不是祷告完了 突然天上掉下来 马上就好了 这不是上帝做事的方法 所以上帝做事的方法 是他给你救恩 在里面 你要认真努力的去把它做出来 好 最后我们看一点结论 信徒需要诚实面对自己本来是个罪人 以及婚姻经营不易的事实 婚姻经营不容易 这是事实 我们来破除 对婚姻一厢情愿的憧憬与迷失 所以现在我们在婚姻里面 很多一厢情愿的憧憬与迷失 把它破除掉 谦卑来到上帝面前 顺服他对婚姻的教导 这个才是迈向健全婚姻的证图 我们一同起立唱首诗歌 事实上所有的 这些对婚姻的说法 千奇百怪的 什么都有 甚至鼓励离婚的 那么我们基督徒 我们只有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是坚固的磐石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就像师哥告诉我们的一样 唯有耶稣基督 那至圣的真道 是我们在世生活 为人的最稳固的根基 其余的都是杀土 让我们的婚姻 建立在圣经教导的稳固根基上 让我们的婚姻 能够荣耀主的名 主要我们在座 如果有二婚的 上帝也特别保守 这第二段婚姻 照样的能够蒙你祝福 这第二段婚姻 照样能活出主要 让人所羡慕的 夫妻的那美好的关系 上帝啊 谢谢你 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人 你也保守我们 在结婚之前 我们非常的慎重 在祷告里面 根据圣经的这个真理 我们来寻求我们的对象 感谢你 祝福我们整个教会的婚姻 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婚姻 不受到撒旦恶者的攻击 即使攻击的时候 我们有真理来做盾牌来抵挡 感谢在美你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